但是這個時候的,菩薩他的心膜地,心無行動,不是眼著像,心無所動,心無行動。 這個裡頭就沒有一個靈納的,享受的,不生受。 沒有分辨,沒有意識,沒有執著,沒有苦樂。 所以他沒有貪戀,你那個義足。 這個裡頭就說是十八戒獨入士,六根六十六成。 跟對臣的時候,十變成智慧了,全是一個照料的意思。 演示不起分辨。 在接觸的時候,沒有去,沒有生。 在接觸的時候。 那不是耐就去,不耐就生。 那是十的分辨,那是眼的時候。 菩薩這時候是靜的時候。 沒有感覺,沒有分辨,沒有意念。 嗯。 所以這個就說是,在你修三末地的時候。 你心,鑽住意境。 心呢,鑽住意境。 鑽住意境這個中間,沒有原念。 沒有原念,就不及分別想。 不如這個好啊,壞啊,沒有。 當你跟對臣的時候,跟不起分別的。 分別是十。 這個時候的大菩薩,他十變成智慧了。 有三末地,托洛尼,心無行動。 失心呢,沒有行動了。 沒有行動了。 因此呢,眼光灑的時候,沒有石在中間。 也沒有個灑,跟對群,跟對群的時候有個接觸。 這個接觸也沒有,全是照料的。 沒有苦壽啊,樂壽啊,不苦不樂壽啊。 沒有這三壽的境界。 一切境界上,全停歇了。 說如果是不得心,不得心啊。 有執著,有分別,那就有貪耐。 這是石心。 往往把這個心呢,叫成石。 不是既定的,不是照的。 照就不是石了,是灰了。 石變成智慧了。 太陽照一切,太陽不起分別的。 光不起分別的。 這個境界,咱們大家也可能有,都有。 舉例子說吧。 現在我們關著一切的師父們。 筆修您的師父們。 不會分別的,長得好快啊。 年紀大小啊。 想不好看不好看啊。 沒有這個意念。 不起分別。 你照而已。 你照。 這就是照。 當你一起分別了。 那就是。 不是會。 是說會照現前。 智慧呢。 它只是照。 沒有含意的。 沒有去瞭辯。 它無趣琢磨。 當那些分別啊。 都取。 取呢。 取中間就要省。 我耐的就取。 我不耐的就省。 人跟人的接触。 他喜歡的。 有感情。 我過去有姻緣。 你看吧。 我任何人。 離不開的。 我今天看電視。 今天是到了那個。 快過年了。 賣票的。 我跟他收票員。 那檢察員。 看那客人。 一個他對人家發态度。 一個他很高興。 他看著他喜歡。 女孩長得漂亮。 一看他高興了。 什麼都不看。 那個老太太。 老頭子。 他看他不高興。 麻煩多了。 你這個沒得說。 那沒得說。 問多了。 這就看眾生像啊。 看眾生像。 看電視的學問很大啊。 貪耐。 喜歡看什麼片子。 那就表現了。 貪耐。 在眼光散的時候。 不是照。 照。 如果有智慧的人。 他管的你好壞。 長短。 就是這麼回事吧。 照料的。 照的中間沒分別的呀。 這匯造現前。 這讓一講分別。 有貪耐。 有取捨。 有長短。 有方圓。 有大小。 那就是非來了。 這大菩薩的心常在定。 常在定。 所以一部心經啊。 包括三大仗。 波羅波羅密的妙法門當中。 心經全射收了。 你把心經研究好。 你融到心經上去。 立一些事物。 在一些事物上。 你把心經融上。 太多了你融不到。 能把心經融上就很好了。 處處都有智慧。 處處都有煩惱。 這就是縱生心。 。 菩薩心的。 他處處全是智慧。 照而已。 中間沒分別。 常識即興的。 他住在三墨地。 陀佛羅密。 陀佛羅密。 中催泉法。 心無動。 印核事物。 不動心。 有那麼兩句話。 印動千江水。 不動人心。 不動道人心。 我這次兩句話。 我有懷疑。 我説。 道人心能動嗎? 動千江水溢。 你動千江水溢。 都容易。 動道人心難。 如果一个成道者 你想动他的心呢 很难 不是很难就动不了 你转变一个人的义字 转变一个修道者 他修成了你 如果能转变 他就不是修道者了 这个道理大家可以在这 说他的心呢 长继定 长在定走 他什么都不修 什么也不修 什么也不制作 没有曲作 这一下文字又懂了 说于耳深耳识耳处 笔相笔识笔处 蛇位蛇识蛇处 身处身识身处 一法一识一处 一和法一和识一和皆处 六根六成十八戒 全入世 这十八宗 大识都论上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简陆说的 就是心经 心经 和照见五蕴皆空 全是空的 但是 这是为什么 说在你心意识中 前头说的 心肠寂静 六根 跟六臣 六十 不起作用 什么呢 肠寂定 心肠在寂静当中 没有取桌 没有取舍 没有取舍 还有个什么寿吗 神寿都没有了 苦受乐受 不苦不乐受 没有了 没有受了 为什么呢 空的 心肠寂静 没有取舍 在心意识说 产生的 三寿 苦受乐受 不苦不乐受 不管是苦也好 乐也好 非苦非乐也好 心肠寂静 这句话是总啊 心肠寂静 你看我们作为道友 你可以看啊 人呐有几分道理了 你跟他说印蛇事儿 他像没听见一样 他不动心 这有两种 这事跟我没关系 他什么都不听 他有外头的事儿 什么跟他都没关系 他什么都不听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他对世间上 砍破了 放下了 自在了 你跟他说 啊啊啊啊 他中间没有分别啊 中间没有分别 如果你对世间关心 战争也好 灾难也好 这有两种 大菩萨 他不动念 哪一方有苦难了 大菩萨 他没有动念的 没有耐足的 但是他有利益众生 就得那一方苦难 他没把他自己摆进去 咱们众生做一点好事儿 把自己摆进去了 你想得报啊 我有几里功德了 就这个事儿 人家说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那个事儿跟我好没关系 听都不听 管都不好 高高挂起 这事儿要关己了 怎么样呢 那就麻烦了 他就问他 了解呀 想办法呀 那事儿就对了 关己 关己 这个事儿 这个时候讲的是 他入的是三脉 长脊定 没有起 没有执着了 他的心意是 没有苦受乐受 不苦不乐受 三受都没有了 自在了 自在了 因为没有取着 在心里都不生三受 为什么 佛在大家身上说的这段话呢 因为下头要讲了 这一讲一分析呀 可就多了 也多了 分析众生心 有些心实中 常记定 没有取着 也没有三受了 要是不记定呢 翻过来说 心不记定 有取有作了 这一取着呀 可就麻烦了 那下头说 三戒 三行 三楚 三受 三根 三成 三律 三泄脱 光明词就这么多 你要把它解说开 明词解说 多少不经论 说不解说 心常记定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无作无相 无说取着 平等而重 多简单呢 那假使一取着 那就多麻烦了 一辈子两辈子 无量节 无量生 要想把这个修成功 还本还原 可难了 无量节 要假使我们现在能够 无耻无作 什么都泄脱了 什么都自在了 这咱们就环境的 达到这个境界 说广大入法界 毕竟入虚空 什么都没有 但是菩萨一行菩萨道啊 大慈大慈大慈大悲大悲大饮大精进大禅定 这讲一本讲两本 讲五两本 讲不完 欢原的心肠疾病 今天就到这吧 大家心肠疾病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